都市傳說 藍田村15座彩龍大戰水怪 藍田村已經叫做咸田曬治區 在藍田山上 即是回景花園和港鐵藍田站附近 一共有23座曬治大廈 1966年到1975年之間陸續落成 1970年之前稱為咸田曬治區 之後改稱藍田 第一到第十四座是第四營骰治大廈 當局興建第九座一陣地盤掘出大量人骨 翻查紀錄知道這個地方以前是一個墳場 由於土質疏疏 無法興建多層大廈 當局主為興建一座藍田秦道小學 即是現在的藍田秦道惠里小學 藍田村又因此摸了第九座 1975年出生的藍人李燦心 在藍田第二十二座居住 1987年在藍田秦道惠里小學 上五校畢業 1953年的石劍尾武區大伙 香港政府在鄰近三邊 興建於多層式大廈 當時稱為篩治大廈 安置居民 篩治大廈原本是公務司處設計的 由1954年成立的篩治自務處興建 石劍尾篩治區是1954年落成 是香港第一個篩治區 由1954年到1971年 一共有25個篩治區落成 有525座大廈 篩治區外不同設計 都是六個類型 藍田村第一到第十四座 是第四營 由篩治事務處興建 第十五到二十四座 是第六營篩治大廈 由房委會接手興建 由總建築師彭玉明設計 第十五座 是房委會接手興建的第一座 篩治大廈 房委會將藍田村分為三個區管理 即是藍田一村、二村和三村 不過第十五座 就不屬於這三個屋村區別裏面 藍田村十座 第六營篩治大廈 第十五座 是最早興建 但是最遲清拆一座 彩龍大戰水怪都市傳說 發生在一個七零元落成的 藍田村第十五座 第十五座的外牆 畫了一條六層樓高的彩龍 官方說是標誌香港 第五百座篩治大廈落成 公務司署還舉行聖大慶祝活動 1970年首月十九日下午四點鐘 互督羅樂文卓士主持結幕短禮 居民入伙之後 畫來整條走廊都是滴水的 地上出現水桶 單位入面也滲水 有關方面說 香港東面的水是比較大的 水是積住在大廈入面 出現滴水是自然現象 新樓出現單位滲水也屬於正常 有一天天空裂成兩半 一半白色一半黑色 居民見到半空進了一條彩龍 與海中冒出來的水怪大戰 彩龍處下風被水怪畫了一隻眼 彩龍噴出鮮血 幻化成另一種生肖 十二生肖合力激鬥一番之後 最終將水怪打走了 第二天居民發現第十五座外牆的彩龍 傷痕累累而且瞞了一隻眼 住在第十五座外牆的夫婦 說彩龍替他報夢 要求買藥給他療傷 否則水怪再來的話 他就無力阻擋了 彩龍大戰水怪的都市傳說 不敬而走 那對夫婦是彩龍的代理人 收取方眾善款和彩龍買藥療傷 1972年累十六日到累十八日期間 香港連日大雨 三日的總降雨量達到652.3毫米 觀浩翠平獨佛區發生山泥傾瀉 廣島半山區 慶祝和大下單塔 造成156人死亡 117人受傷 有說這場香港歷史上 死亡人數最多的雨災 是當年被彩龍打敗水怪造成的 到月十八日 南田村十五組的單位流出大量清水 消防員送召到場破門進去 發現騎樓嚴重損毀 雨水不斷出入屋內 兩具屍體在積水上飄浮 死因是浸死的 他們就是成為彩龍代理人的那對夫婦 有人說他們和彩龍療傷被水怪報復 也有人說兩人扼街坊的錢被彩龍殺害 也有人說兩人死亡意外 總之就是中雪昏雲 1983年至1984年間 二十六座公屋有倒塌危險 原因是興建了一陣 用鹹水亦涉及貪污 其中包括南田村第十二座 十三座和十七座 有理由相信南田村第十五座 也是鹹水樓 彩龍就是其中一項證據 鹹水樓所含的綠化物和鋼筋 生成三陸化鐵 和水混化身作後 形成輕氧化鐵和鹽酸 鹽酸腐蝕采龍的顏料 令到采龍損毀 因而出現采龍大戰水怪的都市傳說 南田村第十七座率先在1988年拆卸 其月二十二座在1990年至2001年陸續清拆重建 整個拆卸工程稱為南田村重建計劃 整個拆卸工程在2002年完成 原子分拆成四個屋邨和一個屋苑重建 南田三村原子是現在的平田村 南田二村的原子是現在安田村在田村 南田一村一到六座重建成為南田村和社區設施 第七、第八和第十座重建成為康日園 南田村重建計劃用了十二年時間才完成 而且不是重建而是分拆成五個部份 南田村只是佔一個小部份只有四座 遲到2015年5月9日才直至入伙 藝人劉德華在十二、三歲那一層 曾經在南田村第十五座十四樓住過 住了七年之後入了意外圈之後才搬出去住 他用書法為重建南田村的村名題字 南田村正式入伙的時候還參與題字結幕 講到彩龍傳說 劉德華就說 興建第十五座的時候 在地上挖到一副恐龍骨 所以在大場外加了一條浮雕龍 但他就沒有提及彩龍大戰水怪的都市傳說了